介紹兩個Kobe 二次大戰美軍的產品 大家好,今天又是玩具堂心 所以評測時間,我是TWICE TV的Brian 今次跟大家介紹Kobe 後面有些東西看,大家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介紹兩個Kobe 二次大戰美軍的產品 首先就是 M16 Half-Track 美軍,不用說 另外就是上次Live 都說過 就是這支很有名的Long Tom 這支是155mm加龍炮 其實在戰時,二次大戰 其實這一支加龍炮 或者我們叫遠程的大炮 野戰炮 其實是部署了很多地方 因為本身它的射程是超過20000千馬 非常有用 對於壓制敵方的前線或者後防 所以這支Long Tom 這支Long Tom 其實在很多二戰或者模型迷信中 其實有一定的份量 雖然外表真的 我小時候就覺得 一支炮 兩支腳插著 沒什麼看 所以就沒什麼興趣 但當你看到歷史的時候 就知道這支其實是一支經典的 二戰時期用過的武器 這支Long Tom 這支Long Tom 就有什麼呢 有個工具箱裡面 有些是一萬萬和大家展示 當然有個連著的美軍大叔 好 另外M16有什麼呢 其實這支Hardtrak 也是戰爭後期 去到很多幾千架海量 出現在戰場上 而最標誌性的 其中一個就是有四支Brownling 這支Long Tom 其實在重機槍 就變成了一支高射炮 就可以 其實對地面用 都應該用到的 因為當時戰場上 以前時期 很多武器都是五花八門 用的 按照很多實質 戰場上的環境 去應用或者改變改造 那這些Hardtrak 其實雙方的軍方都有 德國也有 美軍、盲軍也有 俄羅斯也有 俄羅斯比較少 這些Hardtrak 但其實這個樣子 很相似 德國的251 也有外形 當然不是完全相似 用途非常廣泛 但是 是不是 它拉著其中 當然如果你加少少部件 是可以拉在一起的 但是 看回事實資料 通常 就不是用這架來拉 可能它車的馬力問題 通常都不會做一些多的事情 就是這些車 剛剛裝到那支 這支 輕型的高射炮 其實之後可能已經差不多了 不夠力去拉這麼重的 加龍炮 好 那 看看這個盒子 這個 只有200塊 只是很少 那 設計上 我覺得它沒有用很多 特別的部件 除了印了 例如Stamp Pin 的部件 其實很多部件 我們都可能會看到 但是炮的形態 比較 比較 像一些很傳統的 所以在這個部件裡面 不難找到一些部件 可以組成這樣 但是那個配置 比例 我覺得 非常 出現原本 實物的形態 那 那 就 200件有一個人仔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其實都是近期的作品 不是近期的產品 不是很久的 其實出了一季左右 那 後面就是這樣 好 那這些都是之前在 展覽的時間 即是波蘭那邊 留下給我們的 好 那另外呢 好 那這個黑漆大盒很多 500塊 就是足足是多了2.5倍 那 都是一個人仔 美君大叔 那 那 活動的部份是比較多的 這一架 一架可以為大家介紹 500塊 但是 通常那些朋友都要問一問價錢 因為500塊 其實差不多 都是 200多元 有交易的了 其實 甚至可能便宜了 還有Item Number 這個是 2499 所以看號碼 就知道是新不新的了 那有時候看到A字那些 我懷疑是一些 叫做 重新生產的產品 那這個Long Term 呢 就 2394 好了 今天有點冷 那因為呢 天氣又冷 有我們一起去抗液 可以 多多時間留在家 那做什麼呢 可能砌這些都蠻適合的 OK 好 我們一起看產品 好 今天呢 就 因為大陣場 兩架一起 所以就 撿乾整張桌 發覺呢 就 容易一點看吧 好 這樣介紹 兩架都是二戰尾軍時 一些很著名 或者叫做 很常見一些 的 戰場上用到的 軍備武器 右手邊那枝 就是Long Term Carlin炮 155mm 來說 都差不多 是當時 最 在陸上用到最大口徑的 其中一些炮 除了一些超級誇張的 即是德軍的超級武器之外 因為我記得 沒有記錯呢 其實俄羅斯當時的 那架最厲害的自走炮 不過它也很厲害 即是自走炮 去到152mm 所以其實很厲害 即是說 可以揹著這一枝 在我們叫坦克車的 TRAISE 拿著這麼重的炮 可以走得動 還可以打仗 所以其實都很厲害 那枝 即是SU-152 即是那枝 叫做反坦克炮 反坦克戰車 或者叫做TANCE DESTROYER 是非常厲害的 但 其實這枝 美軍來說 他們戰術上的運用 我覺得挺優勝的 他們很實際的 有時 德國那邊的科技 覺得有一點點發酵 或者是 塗得太完美 要很堅實的裝甲 很巨型的炮 很準繩 但工藝和成本就很高 很多時候上到戰場 未必是如他們所願的 所以反而盟軍 美方那邊 是很實際的 設計簡單 易生產 火力夠猛 所以這枝炮 其實是 在歷史畫面上 經常都見到的 即是打到飛 以及射的時候 整枝炮是怎樣的呢 這輪圈全都可以動 射的時候 開完這枝炮 是整枝砸起的 所以這兩個Y型的枝架很重要 否則 不然 會失去平衡 即是地圈是滑得很深 去做支撐位 所有圈子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動的 可以放到 這個是附加的拖架 即是說 在戰場用的時候 應該是 脫掉出來的 當然產品也是很容易脫掉的 這裡有少許可以跟大家講解 少許 那這枝炮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特別的方向 去到某個方向 它就可以脫掉出來的 由於技術關係 索性我就拿了出來 這樣就容易很多 因為剛才那個位置 其實是頂住的 兩個輪圈頂住 所以就比較難入 如果這樣安置 就非常容易 這個位置而已 那就對了 基本上都很難脫掉的 然後再套上這個 砲的位置 通常我們那隻砲 叫做設置的時候 其實就會脫掉這個輪 這個輪 應該是方向輪 所以方便去拖著 在那邊走 這樣整支砲 起了之後 整個格子起 然後拉著這支輪 這樣走 不用說這支砲 極重 現在鏡頭拍到 你看到其實砲型很好 可能反過來 應該說 可能本身砲型很簡單 設計很簡單 但就比較容易 積木設計箱那邊 去做到這個效果 這裡有那個 經常都 入圈炮彈的鏡頭 就是 軍人入圈炮彈 入了 合起來 轉幾轉 然後剛好角度 碰 打一聲出去 這個是做的 其實深思就是這些位置 其實你可以不做 或者叫做成一塊 一塊東西 那就 沒那麼好玩 Cobie很多時候 都會有 這方面 都不會太過 輸的 一定會做出來 其他廠我不比較 因為這些產品 其實只有Cobie 所以就沒得比較 好了 支撐架呢 其實就 沒特別 當然 他這樣砌其實也很實 你看到我這樣 沒問題 不會一拿就散 不過這個有點鬆 可能他選擇那個 門膠位 就不知道是不是玩得太厲害 鬆了 不過這個膠 是有可能 是容易鬆的 我這個經驗 就是比較鬆一點 這種膠 他們的產品 比較鬆 因為這個膠 其實在一些 倉蓋 即是坦車的倉蓋 都用這種 只是平放而已 所以這個位置是鬆的 如果他做一隻 可能緊緻一點 會比較好 但是這些叫做 較高 較炮 角度都是有的 炮呢 有一個假油壓 這個不是真的 但是有一點點效果 因為一到位置 他會把炮捉住 這樣炮就出不了 這支油壓管 就頂住 好在呢 就用這支炮的 高度方向了 你會發現動的時候 其實我不用用手 撐住 這個膠是緊的 剛剛好又不會太緊 我這樣玩 其實他不會掉 如果好像腳那麼鬆 就不一般 好在不是 那當然要看回 其實結構的底 那個 價位是不同的 因為這支不是小弟砌 所以我就 不能夠講得太多 是不是很客觀的評論 所以這個是OK的 就是不鬆的 那 玩來砌來說 就很簡單 但是如果你砌一下陣型 或者叫做對支炮的忠情 其實放在公司都幾個人 那當然 有個大叔的 我沒有記錯 是這個大叔 應該是這個大叔 應該是這個大叔 那 典型六軍的裝束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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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仔 他們接下來出的幾套兵 我就覺得比較好 因為有德軍散兵 沙漠德軍 還有有1-1空降師 給軍散兵 那 看慣了就OK 你不看慣 可能就覺得不OK 但是 因為他的題材 那幾款 其實就是所有人仔都沒有出過 好了 這個輪子 就可以轉向 沒什麼特別 我不拖時間 所有可以動的都可以動的 近距離 這些孖的輪子都在這裡 正的 這裏也有一個位置 可能就是 拆在地下的位置 再研究一下 沒什麼 其實全部都在這裡 很簡單 這支炮就不太複雜 那不花太多時間 好 看看車子之前 看完這個 就是他們連帶的一個 這些孖的車子 我貼在這裡 因為這個蓋子 這些位置 它不是沒有 絕著 比較鬆 帶著一些散鬆鬆的東西 避免掉出來 如果不見了就 就 黏住它 那幾個炮彈 這些炮彈就是 給加農炮用的 那我不放下去了 掉下去 等一下 有四顆的 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些工具 全部都可以 這幾順利 放進去的 好了 那些杯式記住 就不是包的 是我方便自己 沒有那麼容易掉 一打開 打開的蓋子 掉了出來 就好 不靚仔 好 看看這架 先講講 神秘事件 這架有多個套 那我不確定是 它有多個士兵套 還是裝在哪 因為我看不到 它有裝士兵套的位置 暫時 一個迷 那這個套 原裝有沒有多個套 我不知道 但多數應該是有的 好少它有些 額外的 那倒進去 先講人仔 這個人仔的衣服 就近一些我們常見的 綠軍 ARMY 那一件淺 卡其式的衣服 我覺得比較好看 整件綠色的後期 那些 那些 好像沒那麼漂亮 其實裏面那件 都是深綠色的 我沒有記錯 這件是外套 其實 M194的jacket 好 有些小武器 應該還有把槍 還有把槍 機槍 暫時 弄不見了 不知道放在哪 沒什麼特別 一個美軍人仔 那喜歡儲美軍的 那當然是 越多越好 好 那這個似乎都是散製來的 為什麼呢 看那些包裝就知道了 因為它是拿著M1加蘭的 那些 如果你去到 Captain 或者高級 Surgent 那些 沙戰那些 其實就可能是欠了Tomsson 好 當然有時候也有例外 那一如以往 先講一些滑滑 小朋友 不講滑滑 頤帶完全能動 還有一些很個人的聲音 這盒頤帶沒有那麼音響 不知道為什麼 是順的 就是你不是說這個桌子 其實是可以走到的 這個桌子比較滑 我現在嘗試在黑色的轉台上走 這盒不難的 就是可以動得回 看到了 可以動的 好啦 那這個距離比較有好 動的地方不是太多了 我以為後面都能打開,原來不能打開 可能是在設計上的問題,即是實物設計上的問題 這裡就不打開的 但這架 M16我覺得都是用防空 和幫助步兵去用的一架 就不是運輸,因為本身載了這架炮 其實基本上都已經很滿 但這架作為一個附載攻擊性會也蠻好 因為這幾枝Bronning加起來很可怕 這幾枝重擊槍射天也好射對地也好 都是很厲害的事 這枝很無敵 又不重,是很聰明的設計 裡面可以載多一些M.O.就不斷射 對於當時的美軍壓制性的人數和武器資源 其實是非常聰明的 適合了 這裡就可以了 這些擋板,即是方便軍事人員走上的車或擺動 這裡應該是脫了一顆東西的 我忘記了嗎? 有一個勾的東西 當然不少了一些小的裝備 到門打開的 看到有內構 清楚了 有波棍、有鈦盤、有兩個座位 全部都齊了 沒有走進去的 沒有走進去的 試試玩一支波棍 有兩支 這裡的一支 有兩支波棍 這樣就不用說可以動 那鈦盤呢 就不能動的 好了 兩個座位 有兩支波棍 有兩支波棍 開到 這裡 這個 這個 擋風玻璃上面的擋板 可以動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對,即是變成裝甲 即是假設是這裡裝出來 但角度問題呢 都看到的 當然實物應該好一點點 現在它起碼都模仿回 當時一個加裝甲的情況 好 好了 車頭蓋很多時候都開不到 這個也是開不到車頭蓋的 前面當然有拖車位 即是用來放一些位置 去拉不同的東西 被人拉好 拉人就好了 好 那這個眼燈呢 那些燈它是模仿得不錯 即是它是鬆 即是動的 可以動的 可以放下 所以就沒有動的 除了燈之外 滑 滑都是 因為摸上去應該是掌膠 即是原本是黑色的 這樣 滑是非常順 好了 那我最重點的東西就是 這支 四連裝的 高射砲 我猜到它 站上去就 不過反而是找不到它站的位置 這樣站 這裏就有一個疑點了 究竟是怎樣站呢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對車本身就研究不多 那你說放了它在那裏就吊起了 那這裏就好了 留給各位師兄去研究一下 好 今天呢 廢外手介紹完這兩架的美軍作品 一次過跟大家 講完出來 希望大家喜歡 簡單快捷 但是這個呢 美軍的特色都是這樣的 好 有什麼咨詢有什麼問題 即本留言 還有哪裏買的即本留言 好 多謝各位收看今天的 玩具TV 玩具堂 深水評測 到此為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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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